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是某型主站坦克 开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泥坑当中 他这是在做什么呢 这是坦克防淤陷训练 在干旱的隔壁滩上 由于降水很少 坦克从来没有被淤陷 对大多数官兵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车 红军师装备的所有坦克后面 都背了一根原木 在制造坦克的时候 给这根原木留出了固定的位置 然而张红柯却没有见到官兵 在训练中使用过 于是张红柯决定 想办法要让这根原木 派上用它 那是自救当坦克淤线的时候 把那个原木截下来 用那个牵引环连接到铝带上 然后就增大它的这个附着力 卷到铝带底下之后 它通过这个铝带一卷 然后把坦克一段一段往前 经过二十多分钟 现在泥里的坦克终于开了出来 红军师官兵填补的这项训练空白 大大提高了他们在多种地域的作战能力 张红柯 四十二岁 陕西人 是师装备部门的最高指挥官 全师几乎所有装备 都由他管理 维修 张红柯 人称黑脸部长 除了长期在室外工作 脸被晒得很黑 张红柯在工作中认准了一个言字 而且性格直率 批评起人来一点不留情面 大家就借用黑脸包公的称呼 叫他黑脸部长 他性格就是比较怪 别人就是好像一个就是很难琢磨他们的性格 部长对我们这个很少他有效果 他老是就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这天中午十一点快到午饭时间了 然而修理营带官兵们却全都不约而同的跑步前进各就各位 因为大家看到张红柯突然来到了修理营 他们知道张红柯一来就是要考核 他总是这样突然袭击 有模不错 比如说有的人说打电话今天部长来了 他不会这么说 他就说 我今天想考你修理营来 我今天我不肯说不跟任何人说 让我一个人悄悄的过来 失礼的一台运输车需要更换发动机 张红柯要求修理营的抢修队 立即前往故障车地点进行抢修 张红柯的以修待训法 就是要让官兵们用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 保持良好的战队状态 通过这个更换发动机 又拆招这个发动机 能够练习 某种情况下 他都让我们的汽车维修工 更加全面 更加准确地了解 汽车发动机部 汽车踏步的够好 我记得来 事关金波 是市里车辆维修方面的顶尖高手 然而就是他带领的抢修队 这次却没能让张红柯满意 11点多了 您都快开饭了 说是准备后再拉一动 我们感觉就 肯定怕不可能出科目 没想到就是抽签一走 他给我们下达科目 让我们潜出 说丢发动机 由于走得太村忙 官兵们工具没有带气 不得不到临近的兄弟部队去建议 再加上更换发动机 是多人配合的班组科目 难度这么大 整个拆光过程 用了50分钟 准备 30分钟 平时考核 都知道 希望你掉在大概过长时间 比如像我们上的掉发动机 也都40分左右 你睡的话 一般就是掉发动机 30分钟 想修队不带起维修工具 黑脸部长的脸色 显得比平时更加黑 金波和战友们不安地回到住地 已到了开饭时间 没想到 张工科却再次下达紧急考核的命令 大家顾不得吃饭 立即全力以赴 只用了30分钟 就完成了更换发动机的任务 看到直属修理营官兵 适应了时刻备战的需要 张工科十分高兴 事实上 官兵们只要把工作做好 张工科就会和颜悦色 如果做不好 他就会很生气 这一天 张工科又不高兴了 因为张工科命令官兵们 架设轻型机器画伴随桥 然而 现场指挥员当时却有些迟疑 而且在架桥过程中 桥面向前伸展的速度非常缓慢 这让张工科感到十分意外 经过追问 张工科了解到 桥车尾部三角支架内的四个滚轮 发生损坏 影响了桥梁的正常架设 从此张工科加强了对工兵营装备维护保养的监管 类似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 他是兰州军区某事件装备部长 一次傲然机会 他发现技术先进在 摇替操作挖好旗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 那么他将怎样克服这样的缺陷 重大年习中 同军坦克受到重创 装备部长又如何使他们起死为生 最终出奇制胜 军事纪实正在播出 黑莲和他的铁甲装备 在全师所有的装备中 张工科最熟悉的还是这些火炮 他是炮兵出身 干了将近二十年的炮兵工作 历任炮兵排长 连长 营长 炮兵团参谋长等职 2004年担任师装备部长 火炮 高炮 坦克 装甲车 这些铁家伙对他来说 既是武器装备 也是朋友 张工科对他们的性能了如指掌 被称为师里的炮王 有的装备是换袋 有的装备是换袭的 有的装备是换袭的 有的装备是在原有质量进行提升了 它都根据不同的情况 采取了很多不同的措施 这是近几年配发的冒型突击炮 时速远远超过了坦克 具有较强的装甲防护力 和猛烈的火力打击能力 然而由于官兵们对新裂装的武器装备不会使用 一旦在操作方面出现失误 就会导致装备性能的减弱 甚至损毁装备 所以战虎克就先派出一些战士去装备厂家那里学习 然后他自己在虚心向这些事官请教 要求别人做到的 他自己也要做到 他大的年代没有这么宣进的武器 他懂是懂 但是他不可能对这个不是很精通 因为这个里面设计的一些知识 跟他以前完全不一样 我负责教的是瞄准部分 然后我们当时那个炮的炮长 教的是炮长的部分 张宏克第一个上去驾驶 亲自指挥和操作了突击炮 在全市的首次实弹设计 蒙古是装备干部 智慧维护智慧保养 固然打了一种是指挥干部的问题 你怎么跳过他打一种 你要知道他如何打 射击原理是什么 他怎么能够打这种 你怎么知道他是两回战技术状态 你得使用他 张宏克虚心向战士们学习 不仅让自己这个炮网的技术尽可能完善 作为一名装备部长 他更是为整个施力制定了一套 突击炮射击流程规范 让新装备尽快发挥战斗力 起到了积极作用 由于实弹射击的机会有限 张宏克还引进了突击炮模拟训练系统 显著提高了全市的训练效果 突击炮很快就形成了战斗力 像对流弹 穿甲弹 炮射导弹 都完成了这个试射 再一个就是使这个装备经常处于良好的战技术性能 要是实用的话都能够拿出去 在突击炮猎装部队的当年 在一次使兵演习中 突击炮弹无虚发 不断摧毁蓝军装甲目标 碉堡 暗堡等火力点 发挥了重要的火力压制作用 不久以后 实力又引进了一种新型的宣传弹 装备部长又是亲自动手把关 这种宣传弹外观上和普通的炮弹 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弹丸里装的是宣传品 而不是炸药 由榴弹炮发射出去 在敌人阵地上空引爆 宣传弹散落到敌人阵地上 可以对敌人进行威慑和宣传 宣传弹一出堂就开始计时 然后到空中一径的高度 它这个时间就起爆 尽管宣传弹在发射上没什么特别之处 但第一次尝试发射还是潜藏着未知的风险 它有可能是太近 也有可能是太远 起不到宣传的作用 时间太晚的话叫下来砸到人身上 为了保证发射效果 弹丸内的宣传品重量 要和普通炮弹的炸药重量一样 这就要求宣传弹在纸张的材质 重量和尺寸方面都有严格要求 通过特制的纸槽 把宣传弹卷成圆柱形 用其保护作用的磁片包好后 放入弹丸中等待发射 在整个制作过程中 张工科都是亲自过问每一个细节 并跟炮兵团的官兵们反复演练了很多次 经过严密组织 全时共发射了20枚宣传弹 全部在预设的敌人防御阵地上空爆炸 高原挖坑挖好机 可用于战时开设指挥所挖掘步兵防御的献好 遥控操作可以在战场上减少官兵的伤亡 挖掘献好速度快 能大大减少官兵们的体能消耗 这挖上挖上去前进 开挖 挖的速度 挖的宽度 挖的深度 都是遥控使用的 一个人就可以作业 这个作业的时候既是架势 又是操作业 第一次接触这样先进的工程设备 大家都感到十分高兴 然而细心的张红柯却很快发现了 这种挖坑挖猴机的不足之处 挖出来的浮土 它正好就在毫里爬不下 这不便于后面的公司购物 就是立了个毫啊 挖出来的抢毫太近 为了在不改变装备性能的基础上 解决这个问题 张红柯带人反复试验 在挖坑挖好机上 加装了一块铁板 就是加一个洋土板 土对它输送远一点 那前后一米开外 从侧面传出来 非常整齐均匀的 就放在旁边 一个个新列装部队的装备 都在张红柯的努力下 在最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战斗力 然而张红柯并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 相反 他却总是忧心忡忡 因为他对装备的要求 不仅是管用 能用 而且还要最大限度的 发挥出装备的潜能 在以前的训练中 这种反坦克导弹 应用率都只有80%左右 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 让官兵们很费解 有时距离目标很远 导弹就会落地爆炸 由于不能找到准确的原因 每当导弹拖拔 受到批评的射手 往往感觉很委屈 找不到拖拔的原因 就不能采取针对性措施 来提高训练成绩 于是张红柯多方联系 引进了导弹飞行弹道的跟踪装置 全程记录导弹的飞行数据 通过对实弹设计的监测 在监测数据面前 射手们十分腐气 腐气呢 出去以后在三个月之内吊弹的话 这是弹的问题 这一户五分以上吊弹的话 这个射手心里面非常清楚 他知道怎么回事 由于导弹价格昂贵 官兵们实弹射击机会少 演习时难免心理紧张 为此 张红柯多次向上级申请 争取到在大型演习 或者恶劣环境中 进行实弹射击的机会 这样 射手们的心理素质得到很大提高 全射反坦克导弹的命中率 更是提高到90%以上 2009年8月 张红柯和他所爱的武器装备 迎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全射经过2000多公里的急速行军 到达东北某平原地带 顾不上休息 红军师和当地一支装甲部队的 实兵对抗演练迅速展开 坦克 火炮 高炮等武器装备 能否发挥出良好的技战术状态 张红柯紧张地关注着战局的变化 令张红柯感到欣慰的是 红军师的坦克 突击炮 反坦克导弹 命中率非常高 打得蓝军抬不起头来 但是蓝军突然改变战术 利用远程炮火 切断红军的补给通道 并占据地形优势 跟红军展开消耗战 很快 红军师近十辆坦克 被打得 瘫痪在阵地前 装甲部队的弹药 也消耗殆尽 危机时刻 张红柯做出了极其大胆的决定 命令红军部队的装备保障力量 尾随进攻的坦克和装甲车 冒着被蓝军炮火击中的危险 突击抢弓弹药 同时随车上来的抢修组 火速抢修装备 将受损的坦克重新组装 十多分钟后 前沿阵地的数量坦克竟然起死回生 重新投入战斗 这让蓝军措手不及 一个是后方你运要有时间 战略结束可能运不过来 第二呢 他在前面前方 他能处于情况 他就在抵震地内 他站的位置很好 包括弹药 他都现实了 那得战略无语 战场形势陡然逆转 红军师炮兵分队 用火炮对蓝军指挥所和通气枢纽 实施精准的火力覆盖 个性高炮对来袭敌机火力骑射 精确命中目标 在多股力量的联合打击下 红军师官兵最终打退了蓝军的仿击 夺战蓝军阵地 红军师坦克 火炮 高炮等武器装备 良好的技战术状态 成为胜利的关键 得到了演习导演部的高度评价 正视凭借着对工作极为严格的要求 和踏实的工作态度 这位作风扎实的黑脸部长 和他热爱的铁甲装备 成为红军师建设中值得信赖的重要保障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只有19岁的特警战士 反恐急训 充满残酷和凶险 短短7个月时间 能够铸就他们顽强的战斗精神 高难客户极限训练 他们能否坚持下去 磨练成一把反恐作战的利刃尖刀 真实记录反恐客战队员的成长立场 军师几时近期播出 历劲反恐急训队